歡迎收看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大家 哪些陋習再不改 後果比你想得更嚴重 好辣軍團們 又有哪些壞習慣要來自首呢 哈囉 大家好 國外有一個很流行的挑戰 就是你要連續30天 然後都只喝水 不喝含糖的飲料 然後就有一個女生她就嘗試了 然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她前後 擦超多的 她原本就是有什麼黑眼圈 然後臉色就是比較暗沉 結果30天過後 她整個就好亮喔 你知道 比那種醫美的那種前後 還要誇張的明顯 其實就像好像很多人 長痘痘的時候 不要去擦任何保養膜 只要是用清水洗乾淨就好了 慢慢皮膚也會改善很好 所以是 反而是那一些保養品 清潔讓她的這個 變得更脆弱這樣子 我們女生不是因為 每天要化妝 才會造成這個原因 那喝白開水 當然水是非常好的 對 含糖飲料 30天不喝 妳氣色一定變好 可是問題 接下來三年之後 妳要不要喝 要 因為就是忍不住嘛 但是糖真的是那種 就隱形的殺手 所以妳只是挑戰那30天 真正的漏洗是一輩子的 對 所以恐怖生活漏洗 就是告訴妳 妳要不要就改掉 對 妳可以30天挑戰 30天之後 如果妳繼續維持 妳臉才會白 對不對 對 或者不要那麼殘酷 妳養成一個習慣 比如少喝了就很好 對 重點是養成習慣 所以恐怖生活漏洗 當心摧毀妳一生 別再靠嘴巴呼吸 不僅傷身更可能會毀柔 對啊 如果鼻子呼吸誰會用嘴巴呼吸 對啊 對 像我這個鼻子過敏很嚴重 我就是一定要嘴巴呼吸 對啊 有人感冒 妳要叫他用鼻子呼吸 他也沒辦法 對 誰會好好用 對 那這不是狗 就告訴妳病要治好 對 那到底要怎麼辦 很多人都會有口呼吸的問題 那大部分的人造成這樣的原因 都是因為 就包括像剛剛提到的鼻子過敏 還有有些人甚至是慢性的鼻豆炎 或者是鼻甲肥大 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那我這邊要特別強調就是說 口呼吸不但會造成 身體的其他疾病 還會造成 我們臨床上常常看到 口呼吸的病患 會有一個特別的動作 就是它的 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 正常的牙宮曲線是一個U字型 那口呼吸的病患 常常會呈現一個V字型 就是前面往前突出去 那尤其口呼吸的病患 如果發生在比較早期 像七八歲的小朋友 他們會導致他們 中臉部的發育會不太正常 鼻子有點塌 然後下巴比較短 然後整個臉很長 對 但長期下來 會造成口臭的問題 對 因為口呼吸 因為你嘴巴 長時間是打開著 你說這樣 一直呼吸 所以空氣一直進去 導致口腔會很乾燥 對 那口水分泌量減少的時候 口臭就會特別嚴重 像我最近有遇到一個病患 是一個9歲的小朋友 那媽媽帶他來的時候 其實他主宿是因為 他嘴巴都很臭 那媽媽一開始就覺得說 可能是因為他刷牙不正確的關係 後來就是帶他先去看了其他牙醫師 然後先調整他的刷牙方式 結果刷牙已經正常 也都每天用牙線 可是他口臭還是沒解決 然後後來就跑來找我 我們就發現他其實是 所以我們就安排了他做的 口呼吸的訓練 所以我們上二跟這個牙齒跟牙齦交際的地方 我們用舌頭去頂住他 頂住他三到五分鐘 舌頭都不要放下來 我們可以訓練舌頭部位的肌肉 這樣子的話嘴唇是緊閉著的 然後第二個動作就是 我們嘴巴含著一口水 然後你可以在跑步機上跑步 你也可以出去外面慢跑五到十分鐘 嘴巴也都不能打開 因為你打開水就會流出來 對 然後第三個動作也很簡單 對 而且會不會呼吸就 沒有辦法呼吸 不能吞掉 不能吞掉 所以他就是要強迫你用鼻子呼吸 很喘耶 然後第三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也很簡單 就是我們可以訓練 我們嘴唇部位的口輪炸雞 對 像這個是一個後指板 或者是在家裡面用鐵製的湯匙 就是我們用嘴唇抿住他 不是用牙齒咬著 是用嘴唇抿著 這樣子的話我們可以訓練 嘴唇附近的肌肉 因為口呼吸的病患 通常就是口輪炸雞 他發育也不夠正常 所以他沒有辦法正常 像我們一樣 平常的人可以把嘴唇緊閉著 所以這個部分 對小朋友的訓練其實很重要 他回家訓練完這些動作之後 完全沒有改善 對 後來發現他其實是 鼻子長期過敏的問題 後來就專診給耳鼻喉科醫師 然後去解決他呼吸道的問題之後 他的口呼吸才慢慢的改善 所以我們電視機前面的媽媽們要注意 你小朋友有沒有這種症狀 現在就有就要趕快改正了 剛剛趙醫師講 因為他會影響他以後長相容貌 對 這樣就不用重心 要花很多錢 對 我跟大家分享 有一個五十幾歲的男生 他就是被他老婆壓來看的 那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說 他老婆就是說 他老公嘴巴的口氣很大 就味道很不好 然後所以就懷疑自己是不是得了 胃食道逆流 或者是胃幽門感菌感染 所以就希望來做個檢查 那我們就看到他老公是胖胖的 大概八九十公斤 所以BMI大概三十左右 那我看第一眼我也會覺得 他可能胃食道逆流 因為一般比較胖就容易逆流 然後容易有口氣 做了胃菌也真的有逆流 所以我們就開要給他吃 結果兩個禮拜以後他回診 他老婆跟老公都搖搖頭 然後說還是味道一樣 就沒有效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 再去想到說 有沒有可能是牙周病 牙科醫生說沒有 然後後來我又請耳鼻喉科醫師 幫他評估有沒有可能是 唾液腺結石或一些其他問題 都沒有 所以就那時候就覺得 正在苦惱 糟糕這個口臭找不出原因 後來他老婆就說 有沒有可能是 嘴巴太乾引起的 然後我就說你為什麼這樣問 他就說因為我老公很胖 晚上睡覺的時候都會打呼 然後他就躺在那邊 然後嘴巴就 一整個晚上都這樣子 他說我都睡不著 就看他在那邊 髒口呼吸這樣 然後找起來他的味道 就特別濃 特別濃 他想會不會是他這樣子 他是不是什麼 睡眠呼吸中止還怎樣 我說這個有可能 然後我就在問那個病人 他就說我早上其實也都是 髒口呼吸 我說為什麼 他就說我其實 所以我呼吸 假如用鼻子呼吸 會有時候會 會聽到一些奇怪怪的聲音 他怕旁邊的人會 對他有異樣眼光 對 所以他都是喜歡用嘴巴呼吸 這樣子 所以我看他 他嘴巴就真的是很乾這樣子 所以後來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可不可以白天醒著的時候 你可以控制的時候 就是用鼻子呼吸 然後第二個的話 因為我們腸胃科很多人 有那個口肝的問題 我們有一種那個特殊的就是 我就開那個凝膠給他用 就是說你白天跟晚上各用半包 滋潤你的口腔 然後多喝一些水 後來他就改掉這個 髒口呼吸的習慣 然後配合凝膠 他的口臭 居然不用吃胃食道 你以為要自己就好了 找到原因 是 那那個鼻中骨彎曲 是可以開刀的對不對 對啊 可是我很怕 所以會不會比賽很嚴重 對啊 那開了以後我會怕說 他會不會很刺激我的那個 鼻腔黏膜 反而更容易過 不會 真的會不會 反而過度彎曲的鼻中隔 會刺激你其他周邊的鼻甲 我們鼻甲不只有下鼻甲 中鼻甲 上鼻甲 最上鼻甲 一大堆鼻甲 你反而會刺激他 造成你不舒服的現象 可是他好像要 花很多的時間恢復 是嗎 我有問題 對 就是因為我看過 也是鼻中的彎曲 然後現在很流行 就是去敲鼓 然後他是敲鼻子的敲鼓 然後他就你坐著 他拿一個棉棒 很粗的棉棒 然後出你的鼻孔這樣插進去 然後就 然後敲回去了 這個我有做過 對 但是後來又回來了 有效嗎 可是當下有效對不對 因為很多人推薦耶 胎下很痛 對 是這樣 我們鼻腔的結構 外面是硬鼓 鼻子外面是硬鼓 所以剛剛您提到那個方式 大概是 短鼓本來就是有彈性的 硬是把它往左邊推 它沒多久 馬上又再回彈 所以我想 在調整的師傅 在做之前 一定會幫你適當的麻醉 很用力幫你回彈 很痛 而且我每次看影片 大家都在尖叫 然後大家都說很有效 是喔 對 不過一般這種開到 是要怎麼開 你不會開這裡吧 現在都內視鏡 內視鏡非常發達 因為我想很多人 比重格彎曲很多 對 你乾脆去做一做 不要用民間方式 你剛剛講的是 打拳打外 教練就可以給你 這樣感覺 對 民俗療法 對 太不舒服了 現在醫學很發達 三四十分鐘 就可以處理這件事情 好 因為像我就是也是 長期受到那個過敏 過敏兒的困擾的一個兒童 就我從小都是用嘴巴呼吸 因為我的鼻子 一年四季大概都是塞住的狀態 對 然後我覺得最嚴重的問題是 那時候因為在長牙齒 然後牙齒長得很歪 而且是大爆牙 我小時候是爆牙妹 然後咬合也不正 就是跟長期 我用嘴巴呼吸 然後趴著有關係 所以我大概小學五年級 就被媽媽抓去 矯正牙齒 然後矯正牙齒完之後 因為是一個牙齒的問題 但是其實鼻子過敏的問題 一直都沒有改善 然後到我長大之後 我大概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自己又再去做一次牙齒矯正 因為牙齒又亂掉 又跑掉 然後但這一次比較嚴重的狀況 是因為我長期用嘴巴呼吸 所以我這個 發炎 痠痛 就是牙齒張不開 我那時候雖然張不開 我才踏進去牙醫的 然後就是那時候你是 根本完全沒辦法吃東西 因為你牙齒真的這樣 髒很小 是這樣 是因為你嘴巴呼吸造成的嗎 就是因為我的嘴巴 基本上都不會關起來 就我長期都是這樣 而且我是關不起來 就是如果有人說 你不要講話 我就說你 我還沒辦法呼吸 你只要我的嘴巴 我就沒辦法呼吸 這麼嚴重 對 然後所以那時候我是整個這邊 就是發炎 然後發炎到你會頭痛 很嚴重 然後我就是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才去看牙齒 然後我去看牙齒的時候 他才說 你的牙齒也都亂掉了 跑掉了 然後 所以那時候他就給我 帶了一個 就是咬合板 就是讓你的牙齒 可以就是 對 然後上下牙齒 可以不要打架 打在一起 然後這個問題 才慢慢的好 就這邊才好 但是後來我就發現 好像治標不治標 因為只要我的鼻子一篩住 我就一定得用嘴巴呼吸 有一天有一個85歲的 臥床的阿嬤 她就是被 119帶過來 那就是很明顯的 她的主述就是 然後 那個 然後喘 那一聽就是 應該就是肺炎 因為臥床老人家 最容易有肺炎 但那天比較奇怪的就是 那當下我就覺得 是不是家裡 家人照顧不好這樣子 但因為也沒有太多時間 去好好仔細看牠 所以X光一照是肺炎 就給牠收上去住院了 結果兩個禮拜後 牠又回來 所以牠住院完 打完抗生素已經好了 又回家 就又回來了 才兩天 回家兩天又回來 又是發燒又是喘 那那時候我就 比較多時間了 我就決定再看一下 而且牠一來的時候 我就想起來那個味道 一模一樣 就跟上次來是一樣的 就是一種苦臭的味道 那時候會 而且那種苦臭的味道 會讓我覺得 你們家人 是不是沒有照顧好牠 我會覺得 會覺得有點生氣 所以我就看他們家人 都照顧得很好 身上也都很乾淨 也沒有入窗 可是那個味道在哪裡 所以這一次 我就比較認真去研究 這個味道 就發現牠 牠就是髒口呼吸 牠就是這種族群 就是我們都知道 我們誰會髒口呼吸 你看得到 可是有一個族群是我們不知道 牠們都一直髒口呼吸 就會臥床的 然後我就那時候 就看牠的嘴巴 那個味道就是 從裡面噴出來的 然後那時候就 外觀看起來還好 就發現牠裡面其實是紅腫 牠的牙齦 然後口腔都是紅腫 而且牠很明顯的有結石 就是好像有 口腔要補狼這樣子 就是那個拓線結石 所以那個時候就跟 前面搜牠的醫生就說 會不會是因為這個的關係 所以牠肺炎好不了 因為這裡面都是細菌 牠可以再吸進去 然後再造成二度的感染 然後才肺炎 所以那時候就上去住院 然後就找了牙科 找了耳鼻喉科 把這裡面清乾淨 味道就沒了 然後牠的肺炎 也很有效的就治療好 所以跟牠家屬衛教說 牠們這樣髒口呼吸 很容易感染很髒 所以是需要去做定期的清潔 而且現在大家不知道說 其實我們台灣 有一群很熱血的牙醫師 牠們會扛那個給西 到你的家 去幫那個臥床的老人家 做那個清潔的動作 因為你想 尤其是在疫情期間 你光是到醫院排隊 然後進到醫院要很長的時間 風險又高 風險又高 對 所以其實現在有這些 就是你可以到 你們在地的地方 可以去打電話 找那個道府牙醫 有一些牙醫會到家裡 這樣子這個病人 牠的生活品質也很好 所以其實我們常常去那種 如果居家訪問的時候 都會看到這種 臥床的老人家 你一進那個房間 牠明明沒有大便 沒有小便 但是很臭 就是因為牠們是髒口呼吸 因為其實像嘴巴髒口呼吸 我們看起來好像是一個 不是很在意的一個動作 可是其實牠真的會 影響身體很大 像我遇到一個 是一個很漂亮的 大學生 然後牠一開始來照的時候 是說牠想要調整牠的腸味道 因為牠覺得 牠打嗝都非常大聲 打嗝很大 牠其實一開始也都不以為一 牠還覺得還滿好玩的 就是把氣都出來 然後一直到 就是同學就跟牠講說 你是不是在上課的時候 你就打嗝 然後打了幾次這樣 然後牠就嚇到 牠就想說 牠真的打嗝就是這麼大聲嗎 然後就不只一個這樣 然後兩個三個 牠就開始覺得這個問題很嚴重 然後一開始牠就是 牠媽媽就是 就是去聽 不知道鄰居介紹牠什麼 就是用那個玻璃缸 然後去用紅茶當基底 然後不知道加什麼菌上去 然後就是牠說 大概放了一年吧 說喝那個 自打嗝超有用的 然後牠就這樣子試 結果牠一喝就完全就是 然後牠就嚇到 所以牠才來找我 那我們一開始也想說 幫牠調整腸胃道 調一段時間 牠覺得沒有改善 然後我說 那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譬如說肝膽腸胃科 結果這樣一查下來 就後來牠到最後 牠是展覽到 然後居然發現說 其實牠自己都有 然後後來耳鼻喉科醫師 就幫牠檢查說 其實牠有 那牠其實也不知道 因為牠長期這樣子 因為醫生跟牠講說 那不然你回去觀察 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是不是用嘴巴呼吸 結果果然 牠就是都用嘴巴呼吸 而且嘴巴還是張得 還滿大的那種 那因為一直下來 牠的狀況都沒有辦法改善 後來醫師就有建議牠手術 去把它處理掉 那牠後來也是 就是去把它開刀 然後把這個 鼻中咳彎曲的問題 去把它解決 結果很神奇的是 竟然就不見了 對 那還有一個重點 牠是說牠跟我分享 牠說其實牠覺得 就是用鏡子看自己的時候 牠都覺得自己就是咬合不起 可是牠因為做完 這個鼻中咳彎曲的手術之後 牠一陣子 牠大概過半年 牠就發現 其實牠的那個 所以牠就也不用再去做 那個鎮餓手術 這裡分享一個案例 22歲的女性 她本身是 那就準備要去求職 她來看診的主述是說 她的口氣非常重 那腸胃科醫生 請她來看耳鼻喉科醫生 她說 她最近要找工作 去求職 一開始面試者都很開心 看著她 因為眼睛很漂亮 而等到她把口罩拿下人的時候 面試者都會 眉毛就像 然後眉頭就像瓜哥這樣一揪 對 另外她的口氣非常重 而且她因為她一直以來 都有髒口呼吸的困擾 導致於她的面貌已經改變了 她的下巴會往後縮 嘴唇上顎的地方會往上翹 那同時又很 很嚴重的黑眼圈 更慘的是爆牙 最後一系列的檢查結果 它確實就是因為 鼻甲過度的肥厚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鼻孔在外面 在算是前外半部的時候 有一個鼻甲 它會比較大不好呼吸 那你鼻甲通了 有些人會是因為鼻咽的 線樣體太厚 它也沒辦法呼吸 所以只好張口呼吸 那這個線樣體它原則上 大概我們大概五歲左右 它會因為達到一個最巔峰最大 大概十歲左右 它會慢慢的再縮回去 可是它沒有縮回去 這個東西就呼應到 趙醫師提到的 小時候家長可憐忽略了 慢慢到了長大之後 現在二十二歲 它整個外觀已經沒辦法再改變 那我們安排了手術 它也比較好呼吸了 牙齒的部分就建議 他請牙科醫生安排矯正 那兩年後再看到它 很明顯的蛻變 對 它不是改不改變 因為你永遠不去做這種手術 你永遠是 對啊 你如果開好永遠都是 它就是會改變 第二個我們來看一下 好 藍骨頭姿勢好傷身 禍害比你想像中還嚴重 其實藍骨頭 這個就是姿勢不良的症狀 其實現代人是非常常見 其實上班族有三個 非常不良的姿勢 就是第一個就是 就是它白天打電腦 它就會這樣 然後第二個就是 肩膀就會縮著 那第三個就是 因為上班打電腦那些都很累 回去就要開始 就在躺著側躺 那主要這三個動作 其實造成我們骨骼關節 就是 那如果你姿勢不良 尤其是這個烏龜部 你頸椎的壓力其實就是 一般你維持姿勢的 大概會上升三十到四十%的壓力 在頸椎上 所以打手機會這樣 對 所以我都叫我病人說 打手機你一定要這樣 只是病人一定會說 這會手痠 但是我說手痠比較好治 脖子痠比較難治 一般的改正姿勢的話 會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那第二個就是 那這就是比較正確的姿勢 那如果說上班族的時候 其實這一些的姿勢維持正確 就比較不會有一些頸椎痠痛的問題 那像我舉我門診的一個案例 大概一個四十幾歲的 上班族的女性 那她平常就是打電腦很多 那她那個時候 在我門診的前半年的時候 她就會覺得說 她肩頸非常的痠痛 那甚至有一些 對 那她第一個想到她吞嚥困難 她一定會想說 她去看耳鼻歐科 還有就是那個腸胃科 腸胃科 那她去做檢查的時候 其實她的食道 她一開始就覺得 她喉嚨或食道 會不會有長東西 結果耳鼻歐科跟腸胃科 其實都會檢查過 都沒有 直到在我看我門診前 她朋友介紹 就來我的門診看 其實她一進來的姿勢 那時候醫生直覺 她就是這種的姿勢 那你就會看到 她脖子的前面 這兩邊非常的腫脹 那時候我就輕輕壓她脖子的旁邊 她就跟我說她頭 頭非常痛 還有這些肩頸的問題 那我就把她安排了 去照了一個X光 那看她的頸椎 其實她發現大概五六七節 都長滿了骨刺 就好像六七十歲 那其實我們脖子 不要看這小小的一個脖子 我們頸椎的前面就是食道 食道的前面就是我們的氣管 那當我們的姿勢 尤其是烏龜脖 有圓肩的時候 那我們的那個骨刺 或是頸椎的弧度一個錯位 你就會影響到你食道的順暢 還有我們的氣管的順暢 所以她就會覺得她的呼吸 各方面她的吞咽都有困難 從她的日常生活去問她 其實剛剛的三大錯誤的知識都有 那我第一個就是說 你一定要 這些的問題才能不要而餘 那就安排了復健去熱膚拉脖子 然後經有一些注射 才會比較改善 那其實我們可以準備兩個寶特瓶 大概六百CC的 那或者是你有一些小啞鈴 大概兩公斤或一公斤的 那其實我們肩頸的酸透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先做正 好 那我們的話 把我們的這個重量的啞鈴 我們就是放在這邊 那我們的前輩跟我們的上輩 大概乘九十度 那我們就往上舉 算是一下 再往回大概九十度 那這算是一下 那我們之後做三十下 算是一組 那一次的話大概做 看你的能力大概兩組到三組 所以不能舉那五公斤 也是可以 就是徐序兼進 就是這樣 好 做完明天就掛好了 做完明天就掛好了 那第一個動作是這樣 因為我們平常的 我們的工作姿勢都是這樣 我們很少做 這真的很難趁 對 往上的動作 可是你就要強迫 你做這個往上的動作 你才會比較改善 那第二個動作的話 因為我們平常常常是圓件 對 那所以我們也是一樣用寶特瓶 因為如果寶特瓶要裝水 它才會有阻力 那我們就水平的放在這裡 我們可以往前平行 然後再用力的往後 好像滑船的姿勢 對 那這個好像是一個健身的運動 那我們可以利用在這一些 好像胸推 滑船的運動 那胸部也會比較平 對 你才會比較 你的頸椎 腰椎 才會自然而來就會停下來 因為你做這個動作 你不可能會這樣做 你很難做 你一定要挺起來 然後做這個 然後往後拉 那其實在做任何的動作 第一個也是維持剛剛的原則 然後注意這三個動作 其實日常的生活就會 頸椎跟腰椎的問題 就會慢慢的改善 你也可以用一些 那彈力大 那彈力大 你自己是很方便買的 你也可以做一些 阻力的拉開 反正就是要拉開 胸要拉開 對 有些人都覺得其實是 好像它肺部有長東西 這個最常來復健科門診的 其實根本都是因為你的胸廓的 對 因為你的胸肌太過於緊 你就壓迫你的肺臟的呼吸 的肺活量 對 那當你只要撐開來 其實撐開來跟拉下 就是你的如果圓肩 你的那個肺活量 其實是差兩趴到三趴這麼多 所以你只要這樣子 然後深呼吸 你的氣體其實是非常多進來的 大家好 我是直播主之靈 我國中的時候參加運動會 是一百公尺的那個選手 然後當時比賽前沒有熱身 對 為了得免跑得很激烈 比賽結束之後 走路有明顯高低落差 媽媽就帶我去那個照一開始光 我才發現我原本就是脊椎 有微微的側彎 再加上比賽造成的運動傷害 這邊就是 造成長短腳這樣子 然後 平時除了在醫院復健治療之外 也跑遍很多 那個民間的國術館 然後去橋骨治療 醫生說如果要痊癒的話 可能就是要做那種 然後 可是因為我是當時是輕微的 所以就沒有打算要做 而且年紀還那麼小 對 大概 對 然後 醫生說那不做沒關係 可是就是我姿勢要正確 才會減緩那個脫臼的機率 雖然我那個髖關骨不會好 可是就是久戰啊 還是會骨頭會卡住或者是移位 然後我就是要自己這樣子喬回來 就膝蓋往上彎 然後往身體的地方這樣壓 然後骨頭才會又喬回來 對 通常三到五天要做一次 除非就是我姿勢又不良 就是可能要每天要喬 又跑掉了 對 又會跑掉這樣子 而且我發現很多人都不知道 自己有長短腳 因為我是因為腰痛的很嚴重 然後去看骨科還是什麼 然後他就在叫躺著 然後從後面這樣看 然後就說你長短腳 然後他就說 0.6滿多的 對 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有長短腳 而且我是因為腰痛 然後他就說其實長短腳 是造成我腰痛最主要的原因 對 然後他就叫我墊一個特製的鞋墊 就比較短的腳要把它墊起來 兩隻腳要一模一樣 其實我是自己騎車也是這樣子 因為騎車太頻繁的那個 而且時間很長 所以我也是騎到一半 然後就開始我的腰痠 就是也是去找人家 去設定我的腳踏車 然後他們有找復健科的醫生來看 他就說我也是長短腳 那我的長短腳 也是來自於我的脊椎側彎 所以長期就是這樣扭扭 腳踏車這樣 所以這裡就會有感覺 他有一些還可以矯正一些扁平組 那一般其實都是功能性的 可能是因為脊椎側彎 不是真的結構性就是 你這隻腳比較短 它是因為你可能脊椎側彎 你就看到某一邊好像特別的 那可能這個時候結構你很難改善 我們就利用去墊血墊的去矯正 讓他變得比較平衡 你脊椎也會比較正一點點 其實姿勢不正確啊 他除了這種骨頭問題外 其實也會引起我們很多 那我們其實常常會遇到啊 就是很多觀眾我相信 都會有這樣的習慣 我有一個病人他是一個 六十幾歲的退休公務員 那他是女生 那他退休以後 因為以前壓力很大 現在退休以後 就喜歡在家當 躺在那邊然後就按電視機 然後就按到睡著 然後就這樣按到睡著 按了兩三年以後 他就發現他每次只要中午睡醒 他就一直覺得 胸悶然後胃都一直打嗝 一直瘴氣 然後就覺得很難過 然後那個胸悶會傳到左手 然後就覺得開始 然後他就跑來看我們 就說我是不是這個 每次都吃東西吃完又平躺 又睡著 我胃食刀逆流害我最後連左手就麻 那我們看他的姿勢就知道說 他其實就是這樣子握著他的脖子 所以他的那個頸椎應該壓力很大 所以我就跟那個百姨講說 你那個是真的有胃食刀逆流 但是這胃食刀逆流 你只要乖乖的吃完飯 中午不要去躺平 然後我再給你一些藥就會好 但是那個手已經到會麻 我說那個可能是頸椎有問題 你可能必須要去找五科神經外科 或護腺科醫師去評估一下 你是不是頸椎有椎肩盤的問題 對 那所以他後來聽到我說 不可以午睡或什麼的 他當然就不甩我 他根本就不想理我 想要睡覺 你要不要睡 對啊 他怎麼可能會聽我們的 所以他後來就是勉強 就去照了個X光 結果一照就發現說 他的頸椎五六兩節到第七節 都有 對 那那個神經外科醫生 跟他講得很嚴重說 你不能再這樣子喔 要不然的話 你之後就要來我這邊開刀 那他一聽到說頸椎要開刀 他就嚇死了 九死一生 對啊 他本來不想理我 好嚴重喔 對啊 他本來想說 衛生有什麼代表 我就繼續當馬鈴薯就好 結果一聽到說頸椎要開刀 後來再也不敢五歲了 你知道嗎 然後就很乖乖的去找父親科醫生 然後每天在那邊拉脖子 分掉 然後也都直直的站 然後乖乖吃藥 結果他後來什麼 手麻 餵食道 逆流什麼 全部都好了 好 所以醫師要多嚇病人 對 然後你這樣照著做 要不要很怕 另一方面就是恐嚇 對 還好我每個月都有來一下 身體還算健康 去看過牙醫 應該都知道 我們牙醫師在工作的時候 其實我們自己的工作姿勢 也是不太正確 因為我們常常要彎腰 去幫病患看牙齒 甚至看到喉嚨 口腔的一些構造 所以我們自己的姿勢也不太正確 那我大概六七年前的時候 有一天晚上 因為我也本身屬於 比較熱血的那種牙醫師 病患來我們會盡量把它看完 那天晚上看到十一點多 然後我就肩頸整個非常痠痛 然後我就趕快回家 洗個澡 休息 結果隔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痛到我的肩膀跟背 完全沒有辦法伸直 然後沒有辦法下床 所以那時候緊急就是 摳我的家人來救我 然後我家人就來之後 我們還跟樓下那個大樓管理員借輪椅 就把我推到 這麼嚴重 就我本身的 就是全身的 全身性的這個檢查之後發現 我的頸椎有七節 我的第三節跟第四節 也都有脫胃的這個問題 然後還有骨刺 對 然後後來經過一個多月的 復健的治療 然後才慢慢的康復 我才恢復看診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非常的注意自己的體態跟姿勢 然後也開始健身 所以後來就比較 改善這樣的問題 那這邊還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有 剛好我剛剛私底下 有跟陳醫師聊這個部分 我最近也開始接受一些 蒸劑的注射 因為除了大家知道的 這個傳統的物理治療 包括拉脖子 熱膚這些 其實現在有一些 比較新式的方式 像是抽自己的血液 自體的血小板 可以去注射再換部 那可以幫助這些組織的 修復跟增生 可以推薦給大家 這樣子效果還不錯 你打完這個姿勢 如果你還是在繼續這樣 大概三個月就要再回來打一次 其實就 不是這個功能可以打 膝蓋也可以打 全身的問題 都可以 保養 很多人啊 不僅年輕人老人家都可以保養 只要酸就可以去打 其實酸 我們要找出原因 其實大部分的肩頸痠透 其實的源頭 其實都來自頸椎 所以像我們的注射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 針對我們的頸椎做注射 然後這個地方 我們可能會注射一些 B12 或是一些 低濃度的葡萄糖 然後就會 使我們的肩頸比較舒緩 那常常我都會建議 就是說 如果你一直按摩 越按越吃得越大力 或者是這一些按摩 都沒有辦法改善的話 其實你倒是可以在 復健科 或用一些針劑的注射 其實它就會改善不錯 有一個三十歲的女生 她 在從二十五歲懷孕的 第一次懷孕的時候 她就會 所以那時候 她有送去醫院 但檢查都還好 但是生完小孩之後 昏倒的頻率越來越多 所以她就常常去醫院 後來就去神經內科 還給她住院 做了腦的檢查 完全都沒有問題 那就認為 是不是因為懷孕 然後當媽媽 壓力 然後整個生活型態改變 然後造成的 所以歸咎是壓力 可是她那天來到急診 的是因為 她過去這一年來 那個昏倒的頻率 越來越高 然後她家人都覺得 她是不是生活型態改變 壓力 然後就一直裝昏倒 讓家人可以關心她這樣子 那可是她來的時候 她就跟我說 醫生 我是真的很不喜歡這樣子 而且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我昏倒的時候 我如果頭撞到 那我不是會腦出血 那我不是就沒有辦法 好好的當孩子的媽媽 什麼的 那她說拜託 拜託 你一定要讓我住院 那可是她說 那時候在急診 做的檢查都正常 腦部的正常 然後心臟什麼都正常 那住院之後呢 她在病房裡面 還真的有幾次 站起來的時候 就昏倒 從床下來的時候 就真的昏倒 那看起來真的不是裝的 也不是壓力 那那時候心臟科 就幫她做了一個檢查 結果答案就出來了 他們讓這個病人 躺在床上 四肢綁著 然後這個床是 從平的 慢慢慢慢 慢慢起來 對 結果這個病人 她其實在躺平的時候 她的心跳 就比正常的稍微快一點 在100 100左右 就接近我們認為心跳快了 但她只要慢慢慢慢 一提高 過了60度 還沒有到90度 還沒站直 60度而已 她的心跳 就可以飆到150以上 對 那心跳太快的時候 等於是 無效力的心臟收縮 所以你就會昏倒 對 所以她的是 因為她的肢力神經 非常的敏感 因為我們其實我們人 在站起來的時候 血涯會突然降低 對 我們會用心跳去 調整 但是她的那個 沒有辦法喬回來 她就一直跳那麼快 所以她沒有 她不適合突然的站起來 然後站很久 所以她的問題 其實是沒有解決 只是找到問題 但沒有找到解決的方法 那怎麼解決 就是叫她 然後不能瞬間站 對 可是妳不會 有的時候妳碰到 什麼電話很緊急 起來站 或者睡覺起來忘記了 對 所以就是要告訴她 警戒自己不能 然後再來就是說 還是要從生活作息去調整 然後不要有太大的壓力 然後就是去 看有沒有什麼方法 讓她不要有那麼多的壓力 然後自律神經 因為她這是一個 自律神經 是一個無解的東西 她不是一一要開刀 這樣可以解決的 對...然後再來就是說 希望她的血管裡面的液體 是滿滿的 然後是OK 是暢通的 所以她的血分 一定要補充得充足 這樣子 瓜哥要不要借我做一下 其實可是我們每天 在學校裡面 常常有那個什麼 招惠升級 結果 砰 倒下去 對... 所以那個 那是中暑 可是那是中暑啊什麼 對啊 然後就送去 就是什麼醫療間 我都覺得她故意的 對 我以前都好想要 當那個學生 但是說當不了 妳要看 妳要搞 如果倒是分斷倒就假的 她就直接這樣砰 對 她是直立的往下 對 滿可怕的 來 第三樣 吃糖不只會發胖 恐讓妳全身都壞光 吃糖的問題 我已經在節目中呼籲過很多次 因為我個人就是 很反對含糖飲料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大家都一定聽過 對不對 果糖它有一個特色 它常味道 你吃了果糖到你肚子裡 它進到肝臟 我們肝臟有個酵素 叫KHK 它可以直接把果糖分解 就直接讓它在你的肝裡面 從糖變成 所以你只要吃大量的糖分 你的肝臟會很快地吸收 但是大家知道嗎 糖不只會傷肝 糖還會傷大腸 這個你吃很多糖 會對你的大腸 研磨很不好 我們就很多那種老鼠實驗 我們把兩群老鼠 都把那個大腸癌的細胞 種在它身上 那你身上有大腸癌細胞 它癌症會長大對不對 可是我們一群老鼠 給它吃健康的食物 另外一群老鼠就餵它吃高果糖飲食 然後讓它們吃八個禮拜 吃完以後這兩群老鼠 它的腫瘤都出來了 兩群老鼠都種一樣的癌症細胞 但是你只要餵它很多糖 它就是很快速的生長 所以糖會養腫 所以糖是真的會養腫瘤 因為甜分是癌症的養分嘛 對 應該不是這樣說 因為它會刺激一些癌細胞裡面的 一些生長因子 還有它的激素那些東西 它會讓癌症細胞一些生長的 那些基因會打開 所以它除了提供它養分 它還會有一些刺激性 讓它很容易長的 所以說這個糖不只傷肝癌 傷大腸 我有一個病人 他是十八歲大學生 那他就是被他爸媽壓來門診 為什麼呢 他爸爸媽媽都是我的病人 就是都是三高的 就是有高血壓 膽固醇這樣 然後他兒子去新生入學 體檢就肝指數很高 所以就拿了一張保健室的單子 說要給醫生看 那我們來一看就 他也是胖胖的啊 然後掃描就是 一抽血 正常一百五而已喔 那只要超過五百 就可能胰臟發炎 所以就直接吃藥了嘛 那吃藥以後 我當然就問他說 你是為什麼這麼高 除了家族遺傳以外 有沒有什麼不良生活習慣 他說 一天三杯 那你不這樣子也是很難的 對 很難的嘛 我都在控制我 對啊 我說你爸媽就是 都是三高體質 你有遺傳了 然後你還喝這麼多 你這個要改 當然大學生也不會聽我們的 對啊 所以我們給他吃了藥 三酸甘油可以從六七百 降到大概三百多 兩百多 就是降不到正常 就是藥的效果是有限的 結果後來他爸爸又跑來找我 說去年在我們診所做了有 我有大腸息肉 我兒子會不會有 他最近常常說 一個多月給他做大腸鏡好不好 不想理他 因為十八歲的小男生 怎麼可能會有大腸息 然後後來隔兩三天又來 來了三次 後來我拗不過 就說好吧 那我幫你兒子做大腸鏡好了 結果跌破眼鏡 真的有 坐進去大腸 我本來很開心很開心 然後坐坐坐看到螢幕不霧 怎麼突然一顆很大 是 他兒子居然在直腸上 長了一顆1.2公分的席肉 但是超大顆的 就是我當腸胃科滿多年的 我以前沒有看過十八歲 小孩會長席肉 然後把它切下來送去化驗 居然是那種 很容易癌變的 叫做 是屬於高危險性的一種線流 所以就是從這個 大學生的案例就印證了 吃糖會兩件事 它會 它會脂肪肝 脂肪肝有脂膏 而且它真的會 對 二十五歲男性 來看診 主述是喉嚨痛了兩個禮拜 嘴巴一打開 滿滿一片 像白雪般的口腔 就像照片一樣 什麼 這是舌頭嗎 這是一個很標準的 口腔念珠菌的感染 再深一點的內飾鏡 到生代周圍 也全部都是念珠菌 白色的 對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再細問 這個女孩子到底發生什麼事 她提到 因為她最近 應該說前陣子剛失戀 所以她心情非常郁悶 每天都吃甜食 她體重從 所以接下來又是 三杯奶糖的故事 她也是一天 至少三杯奶糖起跳 可是因為她工作要很慢 這樣喝又增加40公斤 對 這有時候會影響到 她的一些心理層面的因素 所以有些心理的壓力 情緒的張力 都會造成這樣的一個現象 她是感染 但是她是因為她免疫力低下 造成的感染 我們口腔念珠菌在 大概去分析 至少50%以上的人 她在口腔裡面 都會找得到這念珠菌 但是因為她算是一種正常菌寵 是因為我們身體還可以壓得住 所以會發 她是抵抗你殺 是的 因為後來讓她去抽血 糖化血液色素高達8 診斷出糖藥部 把它轉接到營養師那種嚴重 告訴她要戒糖 戒糖之後 這件事情再搭配一下 抗美菌的藥物治療 兩個禮拜就消失了 體重現在也在維持在60左右 還不錯 當然我們中間還會抽一大堆 是血液的檢查 第一個一定會想到 會不會有艾滋病 相關的一些免疫的東西 這些都沒有 對 她沒有什麼特殊的接觸 就是吃糖這樣 單純就是糖 那糖真的是罪魁禍首 醫師剛才講說 糖對身體的傷害還滿大的 但是因為 如果你要叫完完全全的 把糖戒掉 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很困難 對 因為有時候你有壓力 或者是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必須靠一點甜分 來讓自己心情變愉快 是甜大家都拒絕不了 對 因為很好吃 心情就很快樂 對 然後再加上以前 我姐姐是在蛋糕店工作 就是每天就是會吃一塊蛋糕 甚至以前就是 還年輕的時候 就覺得自己的身材很OK 所以宵夜也會吃一片蛋糕 後來我就做了健康檢查之後 我就很意外 因為我的身材 我覺得沒有很胖 但是我的 那他就說 你蛋糕真的要少吃一點 我蛋糕確實有少吃 但是我還是 就是我必須要喝一些 有糖分的飲料 其實年紀大會 再加上很多的知識 那醫生也常常說 不要喝那麼多糖 我就開始會去找一些 代替的東西 對 然後你知道 我就常常看一些網路的節目 或者是看韓國的 他們都會分享這個 低卡的奶昔 其實韓國他們的練習生 他們也都喝同款的奶昔 我也會在意裡面的成分 所以我就發現這奶昔裡面 有含那個 然後還有 對 這些其實代謝都會 讓我變好之外 它裡面還有 我覺得這對我的幫助 還滿大的 然後重點是 我還有一些排便 不順暢的問題 但是它有 所以我覺得 我喝了之後 我的便便也變順暢了 然後還有一個成分 我覺得大家很熟悉 就是 藤黃果 藤黃果也可以讓我的體態 維持得很好之外 它裡面也有酵素的成分 然後還有那個 魔芋纖維 就是我覺得我喝了 就會有飽足感 我就不會想要吃東西 吃了這麼多 而且我真的覺得 它喝起來很方便的原因 就是有時候 我早上睡覺起來的時候 會很趕 然後泡它這一杯 我就放進去 只要咬個8秒 立馬就可以趕快立馬補充 真的很有飽足感 有飽的感覺 就是你來不及 因為它就是很濃稠 對 你來不及吃飯的時候 我就會喝一杯 也可以替代 然後重點是這一整袋 這個大包就是只要100 就只有100大卡 而且喝起來很好喝 這麼少 對 很好喝 然後因為它其實有三種口味 它有抹茶拿鐵 然後又有草莓口味 然後我們現在喝的這個是草莓 我們這個是蒸果可可 蒸果可可 對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 蒸果可可那種甜的感覺 然後還有它因為有可可的多酚 所以我覺得喝了之後 好像代謝也變得比較好 然後負擔就有減少掉這樣子 對 天氣比較熱的時候 我其實還會放一點冰塊 我覺得喝起來那個口感也很好喝 對 然後重點是 我覺得它不會有一些藥物的添加 又很天然 然後也不會有防腐劑 跟一些色素的添加 我覺得喝了覺得還滿健康的 是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對糖 都是難以抗拒 那其實你會發現 當你短暫的時間 就是快速吃這種單糖進來 然後我們血糖就會快速上升 那當然短時間 你就會得到滿足感 愉悅感 但是它很快的血糖 又會掉更低 那你這時候又會想吃更多的糖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你可能就是血清素缺乏 當我們身體缺乏血清素的時候 就是我們講的就是 就是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可能就比較低 然後比較低的時候 它就會刺激我們人體對糖的欲望 所以其實你就會發現說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那其實糖呢 就是對我們身體來講 可能跟糖尿病 就是會比較有直接聯想 那其實剛剛就是張醫師有提到 就是它跟一些脂肪肝 是有很嚴重的一個關聯性 那是不是可以找一些 可以就是取代的東西 所以剛剛小柯他有提到 就是藤黃果這東西 那其實藤黃果在我們人體裡 你攝取太多一個碳水化物 或是精緻糖 它就是太多的話 就會變成脂肪 囤積在我們人體裡頭 那這個藤黃果 它是可以幫助我們 去把它合成脂肪的一個過程 那第二個呢 它可以幫助我們血清素的合成 所以基本上 你也會就是減低自己的一個 對糖的一個慾望 那剛剛也有提到 就是我們所謂的MCTO 就是我們的中鏈脂肪酸 那這中鏈脂肪酸有什麼好處嗎 第一個你把糖戒掉之後 你一定就是盡量讓自己的一個脂肪 我們去可以把它代謝掉 那它就是可以讓我們身體 就是直接被利用 那它不會變成多餘的脂肪 囤積在我們的人體裡頭 那當我們其實飽足感來了 那你的攝取量就會減少 那身體在燃燒的過程當中 它就會幫助我們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中鏈脂肪酸 在人體的一個功能 然後再來還有提到 就是Aerofoam的Carnitine 那我們中文就是講 就是肉鹼 那這個肉鹼呢 在我們人體的功能 它就是協助我們 把多餘的脂肪酸 然後帶到我們的栗腺體裡面 去把它氧化 去把它燃燒掉 所以其實它就是 在我們一個脂肪 在代謝過程裡頭 非常一個重要的營養素 所以第一個 我們先把糖 過多的糖解決之外 然後把過多的脂肪 去把它代謝掉 所以選擇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去做一個替代 這樣就是會幫助我們 就是維持比較一個 健康的體態 好習慣 突然變掉沒有 是很快的 妳好難得養成一個好習慣 突然要把它忘掉就忘掉 可是壞習慣要戒掉很難耶 超難 超難 要戒掉壞習慣 真的很難 所以希望大家從今天開始 踏出第一步來改變它 讓我們身體慢慢的養好它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